疾风九公主和雨香三人都呆了 他们三人加起来的智慧 竟然比不上望线这两个听众的十之一二 沉默片刻疾风艰难道 那公子你也知道我们为什么卡住出不去吗 手环太小了 只打开了部分结界 后来你们使用了手环可放大的竖法 带大家出来了 公子你真是世上最有智慧的公子 我们若是有你的万分之一 就不会被困在那了 疾风对蓝旺鸡的崇拜 从小到大非但没减少过 反而与日俱增 我也想到了那我呢 魏无羡斗他道 同一句话 魏无羡说出来就是你真的懂 而蓝旺鸡说出来就是天下第一聪明的人 你本来就是研究竖法的 懂也不奇怪 我公子是剑术大家 竖法只是旁类 他却也如此精通 自然最厉害 疾风兄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魏无羡就不是剑法超绝吗 只有魏无羡懂术法是应该的 其他人就是畜类旁通吗 一直听得云里雾里 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江城 对别人说这种暗讽话很是敏感 疾风不过是蓝家一个护卫 魏无羡嫁去 不 魏无羡取了蓝旺鸡 自然是家中主子 一个护卫居然这样对魏无羡说话 可见魏无羡在蓝家的地位很是憋屈 从小到大 江城自己很是嫉妒魏无羡 但他有另一个特点 天底下 只有魏无羡有资格让他嫉妒 其他人不能比他强 更不可能比魏无羡强 谁也不能说魏无羡半点不好 只有他自己能说 何况现在只是蓝旺鸡一个贴身侍卫 居然敢在余梦的宴席上 这么挤兑魏无羡 这要是回了蓝家 不得翻天 魏无羡从小长在江家 虽说也算过得幸福 但毕竟寄人篱下 也常会受些委屈 江城看在眼底 一向不忍 如今魏无羡去了别人家 还要憋屈地 看个护卫的眼色吗 江城气不打一处来 明知疾风虽是家臣 却是蓝二公子身边的人 自己其实不该和他冲突 可他若再不吭声 怕蓝家以为江家出来的人 是什么好欺负的 久而久之 魏无羡更没地位了 江家也跟着一起施了气势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疾风没料到江城会忽然说他 正想争辩几句 却看到蓝旺鸡已经怒目以对 立刻不敢吭声了 对呀 这里是云梦 江城是魏无羡的弟弟 自然听不得自己出言不逊 但疾风本就无心伤害魏无羡 只是和他说话的方式习惯了 魏无羡有一项没脸没皮和他瞎聊 完全没有架子 也从不计较什么 相处久了 自己反而不知收敛 常常口不择言 干什么这是 那啥 余香 你这身衣裳好身别致 是公主送的吧 魏无羡忽然道 魏哥哥 你看出来了 余香看到魏无羡在给自己识眼色 知道哥哥嫂嫂小叔子 或者小舅子是吵起来了 忙配合道 不止 公主姐姐还送了我好多珠宝 公主姐姐说 她不爱红装爱武装 一堆的漂亮珠宝没出用 都给我了 稀奇宝贝太多了 这一趟真是不需此行啊 说到不需此行 你们此行究竟是去做什么 公主你可是要听学三年的人 才几天就想家了 魏无羡笑咪咪道 九公主虽是直肠子 但从小在宫廷长大 这些明争暗斗 她怎会不知 看到余香和魏无羡 尴尬的一唱一鹤打圆场 居然还拉上了她 但她现在心情挺矛盾的 方才江城对疾风说话 是个什么态度 分明在说 你疾风什么身份 你也配这样和主子说话 疾风和九公主多次出生入死 对公主意义非凡 她们虽天天拌嘴 但正是因为平等相处 才会动不动吵架 可这个江城和魏无羡 完全不同 她一副家主样子高高在上 连蓝旺鸡最重要的护卫 都敢当堂训斥 这蓝旺鸡护着鬼儿不吭声 可我却看不下去 鬼儿还说要介绍弟弟给我 这弟弟人倒是长得挺俊巧 可心胸跟鬼儿却完全不能比 一副势力小人的样子 先是一脸假笑地摆开言席 却为了疾风一句调侃 大动干戈 看着疾风情绪低落 不再说话 她知道疾风并非怕了江城 是怕了蓝旺鸡 她公子一个不满的眼神 就可以让她黯然几天 九公主不忍 又不好不理魏无羡 这种情况下 她不想陪魏无羡演戏 于是怂怂间对三六道 对啊 我们干什么去了 三六本来抱着个鸡腿 吃得正香 忽然被问到 知道又要去打圆场了 三个龙头很是无奈 最后他们用了一种 类似剪刀石头布的方法 决定中间的龙头出来说话 另外两个龙头继续吃鸡腿 这次回去都是公主一片好心 为了韩光君和魏无羡的事情 可真是用心良苦了 啊 为了我们 魏无羡没想到是这个回答 她本来只想支开话题 江城忽然发难 魏无羡左右为难 帮谁都不是 帮了疾风 现在江城好像不是好歹 她毕竟一片好心帮自己 但帮江城 那疾风可就寒心了 魏无羡当然知道 疾风只是想夸蓝忘机 对自己不过是一句调侃 但恰好疾风和江城 都是开不起玩笑的人 若是帮了江城 性质就变了 这种事 因为一句话 一个很小的开端 可以无限地上升 最后变成两大家族对立 她这些年被扣了太多 莫须有的罪名 对这种开场白 真是再熟悉不过了 魏无羡急忙把话题 引向局外人 余香 九公主呢 却没想到 九公主回去 竟然是为了他们 正是 我不想再等了 九公主忽然站起 这宴席本来还好好的 像个家宴 几个老朋友围路而坐 谈天说地 却被江城 一个格格不住的 立身呵斥 给坏了气氛 让她如坐针毡 不想再留在席间 来忘记你出来 我有话单独跟你说 九公主道 魏无羡 你看我 厉害吗 哇 好棒 魏无羡热烈的鼓掌 魏无羡 此情此景 你不是大才子吗 快为我赴诗一首 好好好 全眼无声 嬉嬉流 树荫照水 爱情柔 小和财露尖尖脚 早有三六立上头 魏无羡 嬉嬉嬉一笑 她的笑容 没平时那么灿烂 因为她和三六 被拦在了门外 九公主 越南忘记 单独去了一个会客厅 而三六和魏无羡 就在门外的 莲池旁等待 哦 只有魏无羡 在莲池旁 三六在连夜上 像个青蛙一样 跳来跳去 还不断挑战高难度 每当她成功 跳到间距非常远的 荷叶时 就要魏无羡快看 享受魏无羡的夸赞 三六啊 想不到这单独寥寥 连你也不能进去啊 我那是知道 她要说什么 才懒得再听一次 对你家那位的反应 也没什么兴趣 因为她不管心里怎么想 表面都不会有什么兴趣 那倒是 魏无羡趴在后栏上 静了下来 没继续和三六打去 哟 装深沉呢 你不问我 九公主找兰望鸡说什么 我大概知道 魏无羡苦笑道 啥 这你都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是不是 跟千梦的幻境有关 你们当时 是不是能看到幻境 魏无羡导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